来到福建三名村落 这里正在快速蜕变 改造乡村的团队出来乍到 对他们来说 进入村子里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先看村民们交朋友 透过这种活感情的这种方法 让长辈们就是更能够 说出他的真正心中的 想要的东西 我们大概是用这种方法来 跟他们互动 后来很多心 那个天天跑下跑下 也够够对我们安排这么好 好了来 我很高兴 改造村民住家和休闲空间 他们没有进行大型拆建工程 而是根据村民需求 在小地方先为改造整治 投入成本不高 但是效果显著 提升了在地村民的幸福感 也降低了复制难度 晚上会发亮 就是它有太阳能 就是为它开一条路 这样子让它方便回家 地景艺术创作周 是近期村里的最大亮点 以竹子为原料的地景艺术装置 搭配露营主题 日间艺术创作 到了晚上就成为营地的形式 让这里成为附近村民们 夜间纳凉的好去处 也吸引不少城里的市民 驱车前来 我们常常说 我们办一年叫做活动 但是连续办三年以上 它就变成一种文化了 有更多的作品 我们可以去更多地去点缀乡村 那我们的这些作品 在乡村里面的角落 公园 慢慢地这个乡村 就会变成一个乡间美术馆 广阔乡村 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有创意 有想法 就有机会 能在这里搭建起 人生 新舞台 东森新闻 综合报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